所以說這個有個前提嘛 就是你肯定要不要讓一點嘛 你說條件那麼硬 政治就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現在沒有人能喊停啊 你耗著 我覺得 坦白說這個 俄羅斯也是被卡到的 他萬沒想到 我竟然不是在野外打部隊作戰 對 而是被迫進入城市 被迫進到城市裡面 我跟你講戰爭 很早就看自己打不贏對方 就立刻投降了 其實很少 對 比如說法國 法國跟納粹打39天就投降 法國那麼大 他陸軍那麼強 那時候還號稱歐洲第一 那他就不玩了 所以到現在都被人家瞧不起 一直到現在都被瞧不起 那你說他投降之後 難道法國內部就沒有死人嗎 也不是 法國當然有共產黨啊 他反納粹啊 還是一直死人啊 所以你是要死前面還是死後面啊 你懂我意思 你以為烏克蘭投降了 烏克蘭的地下軍就停了 那怎麼做都不對啊 所以說這個有個前提嘛 就是你普丁要不要讓一點 你如果條件那麼硬 折倫斯基搞不好我跟你簽了 我回家就被暗殺了 那我怎麼跟你簽呢 那如果普丁保障 烏克蘭的安全 比如說那個共產黨 後來渡長江然後說 第一條叫做逮捕十大戰犯 那蔣介石怎麼簽啊 蔣介石簽了 然後自己就 身邊跟自己就被 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跟你講這個是 相對的因素嘛 第一個是 烏克蘭這邊拿到多少武器 可以打多久 那這個就是普京 俄羅斯現在想要消滅的嘛 對 所以他把你的軍員的管道 一個一個切掉嘛 對不對 你剛剛講到北部的機場 然後現在講到西部的機場 一直往機炸嘛 一路切嘛 可是 像刺身飛彈啊 標槍飛彈 這個可以裝在小貨車裡面啊 可以用化整圍林來運啊 所以還是會偷渡進來 還是會啦 所以我跟你講啊 到最後他就是 蠻幹的啦 因為我那天就看到 他在打馬里坡 明明就是一個民宅的公寓啊 一個窗戶啊 他坦克車就直接發炮進去 就把他直接炸 不管裡面什麼人 就直接出力了 裡面一定有民眾 可是一定也有烏克蘭的軍隊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打都市戰跟巷戰就是死傷無數 很慘 很可怕 因為他軍人跟民眾混在一起 絞肉機 就絞肉機嘛 你看那個史達林格勒打了 我那個時候看數據啊 就是史達林格勒後來 蘇聯跟德國納粹的軍隊 在史達林格勒打那個城鎮 總共死了71萬人 71萬 兩邊加起來死了71萬 平均一個人上戰場 9分鐘掛掉 對 所以我就說看你沒有錯 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所以你有必要打成這樣嗎 可是政治就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現在沒有人能喊停啊 比如說假如歐美的軍員一直進來 那烏克蘭就覺得 我這個城市在下戰 我打得下去喔 我守得住喔 對不對 因為坦克進來就會被我轟掉嘛 對不對 那俄羅斯也不知道怎麼辦 除非他要蠻橫來打 就蠻幹就全葬 那蠻幹就是 就廢墟嘛 對 要死一堆人嘛 然後變成國際的大醜聞嘛 對 那你就等著被譴責嘛 對 比如說馬力波我認為就會死很多人 嗯 因為他已經第七天斷糧了 對 斷水斷電都是兩個禮拜了 然後晚上是零下一度 對啊 你說這樣不會死人怎麼可能啊 所以大家都已經很虛弱了 所以到時候真的開始向戰一定死一堆人了 然後他就會變成國際大新聞 就是說你耗著我覺得 坦白說這個 俄羅斯也是被卡到了 他萬沒想到 我竟然不是在野外打部隊作戰 對 而是被迫進入城市 被迫進到城市裡面 馬向戰 那這個當然就是烏克蘭的招啦 可是他這個戰術 讓俄羅斯進退兩難 確實卡了他 對不對 然後他拿到了必要的武器嘛 就是刺針跟標槍嘛 可是這個不足以打贏啦 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是可以一直尿你尿你啊 這個叫戰術嘛 這個不是戰略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俄羅斯 還是一個小城一個小城這樣吃 慢慢吃慢慢吃 就戰略上講 他終究還是不會贏的 可是他這個戰術 就就會給你耗著嘛 那耗著你就要花很多錢 對 重點是花很多錢 打仗非常花錢 很可怕 那這個確實就是美國的目的 對 我就要讓你陷入泥鬧嘛 然後造成一大堆愁 偷垮你嘛 可是 你要說這個是美國幹的嗎 也不是 因為烏克蘭老百姓 真的願意這樣打 嗯 這個就見到 因為有很多 民族主義者啊 志願軍啊 這也是事實啊 所以你說你要怪美國嘛 你也可以說美國的戰略上 就是這樣 烏克蘭確實執行了這個戰略 仗以付出代價 對 確實執行了 可是烏克蘭的民心也站在這邊啊 現在烏克蘭很少人敢說要投降 當然 你現在有看到議員在講說要投降嗎 台灣你都不行 說要投降 你出登上就罵你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連台灣都有這個氛圍 何況是烏克蘭 對啊 連一個代理事長都說叛國了 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氛圍嘛 那這個氛圍是有底氣的嘛 底氣就是軍人可以進來 嗯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普丁你的條件太硬了 我沒有 沒有下台階 我今天看烏克蘭開的那個條件 嚇壞我了 烏克蘭報了那個 那個根本沒有任何 普丁沒有任何讓步 我跟你講 現在兩邊根本各說各話 烏克蘭提的是說 你要陪我 你要挺我跟撤軍 城市重建 這個根本就自己講的嘛 對 你對普丁提的議題 完全沒有回應 對 克里尼亞兩個共和國 怎麼去軍事化 去納粹 完全沒有 完全都沒有回應嘛 所以這個就是各說各話嘛 各說各話普丁沒有招 要只好繼續打 那可是 你普丁那個條件 烏克蘭現在有誰敢答應 答應了就叛國賊啊 你回去可能就掛了 當然 掛了 條件也沒有人可以落實啊 那又繼續要談啊 不是嗎 那他裡面就又亂一陣啊 我覺得現在的局面就是在這裡 就是 所以為什麼第三方很重要 我們講第三方就包括馬克宏 包括中國大陸啊 就是說 是不是有些 比如說那個 哲倫斯基跟普丁啊 是不是把他心中的那個讓步的底線 告訴他信的過來 第三方 現在就是 雙方不信任嘛 所以我不願意告訴你我的底線 對 我不相信哲倫斯基就是這樣主張啊 不可能 他一定 所以他不是一直講嗎 說我們高峰會了高峰會了 對啊 我們見面談見面談 對可是你這個都沒有下面的人來鋪陳高峰怎麼見 對啊 就不可能 難道兩個人打電話約時間哪有可能 然後你高峰如果談 而且高峰會的地點時間 這全部都要喬耶 那戰爭立刻升級 對啊 隨行人員 蔣介石跟毛澤東不是重慶會談見面了嗎 嗯 那大家就覺得這個沒有談妥嘛 回去就是升級 立刻 這必然的嘛 這很可怕 所以真的就是變成是 哲倫斯基你有沒有信得過的人 比如說你馬克宏是不是可以代表 跟馬克宏現在好像並沒有打算要繼續當這個條人 我跟你講 那如果不是這樣 那坦白說就是很慘 就是要繼續絞肉機下去 然後絞肉到 烏克蘭覺得他撐不住了 或者是 俄羅斯覺得他財政撐不住了 就是這樣 克里米亞事實上就自己獨立了嘛 然後後來他又宣布跟俄羅斯合併嘛對不對 我們假設啦 就是 哲倫斯基一直沒有辦法跟普京談 可是烏冬逐漸都打下來了 那兩個共和國就宣布獨立啊 他們現在就建立了 克里米亞直接到烏冬 一個橋 那你去想嘛 俄羅斯就邀一些他的兄弟國來承認嘛 比如說白俄羅斯啦 敘利亞啦 哈薩克啦 找一找 一定可以找到五六個啦 反正你西方就不承認嘛 烏克蘭也不承認 可是我就活得好好的 我烏冬就獨立啦 我就獨立了 兩個共和我就獨立了 那 因為俄羅斯要確保烏军不會來報復嘛 所以他就駐軍 就是又是白俄羅斯的版本 互助友好條約 邀請俄羅斯進來蓋基地 所以這個叫做沒有烏克蘭同意 沒有歐美同意的解決方案 那他們可能就簽一個簡單的和平協議嘛 就是烏克蘭所講的 烏克蘭不會簽啦 沒有那是烏克蘭講的版本 就是和平協議的部分 沒有和平協議 你不要撤軍啊 沒有和平協議一定有個前提 就你撤軍啊 對啊 那那個 烏克蘭也沒有說要支持他們獨立啊 當然當然 他不能承認啊 對他不能承認他獨立 那你先把這五個要求都入線 我就撤軍啊 所以就是不可能嘛 就是基本上烏克蘭是不會承認啊 那可是 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養肝菌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三十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